大家好,2015年台北電影節 很榮幸邀請到鄭文棠導演的新片《菜鳥》作為我們的開幕片 閉幕片則是備受期待林書宇導演的《百日告別》 這兩部影片分別會在6月26號及7月12號 在台北市中山堂進行世界首映 《菜鳥》這部片子是由宥盛和莊凱勳所主演 劇情的開始是宥盛所飾演的《菜鳥》原警 他來到興奮局去報到的時候 第一次出任務的時候就碰上了潛規則 還有一些他不能碰的案子 到最後他還被送到檔案室去冷凍 在這樣子一個是非不明的年代 他是不是能找到他的生存方式 以及他又有沒有可能去喚起一些已經成風的良心 《菜鳥》你怎麼這麼害怕 《菜鳥》警察 你以前真的是個高手 不能多案子 《菜鳥》你小狗八百年了 《菜鳥》我都笑在臉的 早晚吃飯吃 幹嘛啦 有什麼爛成這樣啊 就因為一個酒店沒有 《菜鳥》我不是故意的 《菜鳥》 如果要做一條 更加點了 這位唐導演的之前一部作品 《眼淚》曾經在台北電影獎獲得最佳導演 那他的這部新作品《菜鳥》 有著非常成熟的劇情轉折和鋪成 整體演員的表現也非常的精彩 這種熱血無味的《菜鳥》精神 正好呼應了台北電影節想要鼓勵的 獨立、創新、勇於嘗試 我們藉由《菜鳥》帶起接下來長達三個禮拜影展 所要介紹給大家的影片 他們是新導演的 可能是挑戰你想像力的 也刺激你思考的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影片 帶你回到第一次看電影的感覺 閉幕片的話 則是林書與導演備受期待的新作《百日告別》 閉幕片《百日告別》 由林嘉欣、石頭、李千娜和張書豪所飾演 影片一開始的一場車禍 就奪走了石頭和林嘉欣的摯愛的伴侶 她一直都是坐在前面的 你老婆為何坐在前面 就是前面那台貨車害的 她是我的老婆小孩 你還要問什麼 你有保持安全證據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沖縄,開始了 我們 如果沒出車禍 現在已經搬進新家 準備去蜜月了 林書與導演 之前的作品從海巡兼冰、九降風、星空 都在台北電影街放映過 她這次的新作《百日告別》 從她個人的生命出發 轉換成深情又讓人不捨的故事 演員的表現不韻不火 但卻不煽情 這樣的表現方式帶出角色 在她們自己平淡的日常生活中 暗藏著多少複雜又澄淺的情緒 而當這樣的情緒爆發 張力十足 小雯姐妹的離開 其實我們都跟妳一樣難過 我一個人可以嗎 真的 嗯 別碰她 你要讓她走不了我 我沒有想要這樣 但是妳想要怎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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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文堂導演的作品 以及林舒宇德導演的作品 一個是非常熱切的類型片 另外一個則是抒情淡雅的文藝片 但這兩部影片都展現出導演十分純熟的說故事能力 同時演員的表現場面調度和整體氣氛的營造也都非常的精彩 以上就是今年對台北電影節開閉幕片的介紹 這兩位導演也會率領他們的主要演員到現場跟觀眾進行交流 屆時我們戲院見